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你对其他人付出爱的时候 如果你的爱对他们产生的影响很正面 而至于他们亦付出爱给其他人 这样无论有多少人受到正面影响 无论你的爱传到多远的地方 那份爱全部都会回到你身上 你不止会收到你给最初的那个人的爱 还会收到来自每一个受到影响的人的爱 而爱会化为各种正面的人事物回到你身上 另一方面 如果你对其他人的影响太负面 导致他继续对另一个人产生负面影响 这样负面性将会全部回到你身上 它会化为影响金钱 你的职业 你的健康 或者你的人际关系的负面状况 让你接收到 无论你给什么人家 都会返回你身上 当你觉得充满热忱 快乐和着弱的时候 那些美好的感觉 会感染跟你接触的每一个人 就算你只是在一间商店 公共汽车 又或者在电梯里面 和某个人短暂海后 当你的美好感觉 让你接触到的任何人 有所不同的时候 那个状况 都会对你的人生 产生难以想象的影响 爱 是每段关系的解决指导和答案 你永远无法 直接由负面性来改善关系 将创造过程 运用在你的人际关系上 直接由付出爱来获得爱 将力量之弱 运用在你的人际关系上 留意你喜爱的事物 列出你喜爱的事物 谈论你喜爱的事物 然后就要远离你不喜欢的 想象拥有完美的人际关系 尽可能想象到最高境界 而且全心感受到 已经拥有这样的关系 如果你发现 很难对某段关系产生美好感觉 那就去爱你周围的 其他每一件事 不要再去注意那段关系中的负面事物了 爱可以为你做任何事 而你所要做的 就是借由感觉美好来付出爱 这样你关系里面的任何负面性都会逐渐消失 每当你在人际关系中遇到负面状况的时候 解决之道都是爱 你不会也永远不可能知道 他将怎样被解决 而只要你持续感觉美好 而且付出爱 事情就是会解决的了 这个来自老子 佛陀 耶稣 和每一位伟人的信息 是如此响亮 和清晰 去爱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